主料,自制香肠300克,尖椒3个,辅料,油,盐,小米椒,青蒜,姜丝,鸡精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分钟内,香肠洗净水煮或蒸软,蒸煮过程准备好青蒜和各种调料,尖椒切片,将蒸煮好的香肠取出切片,锅里放油,爆香小米椒碎和姜丝,蒜片, 翻炒均匀入各种调料,并入少许精水煮做饭煮大概一两分钟,收剧出锅,可以吃了,我可以吃上两大碗米饭,哦,哈哈,烹饭技巧,香肠蒸煮软了,炒制食好熟,青蒜更能提香,饭煮一两分钟是为了更好入味,肉也更软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